我們是選優正擅長 我們是來自於選優科技 那我是Hennie留意涵 是這次的隊長 那負責在廠商跟團隊之間做一個溝通的橋梁 那我是主研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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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主要負責是深度學習的演算法開發 那其實這已經不是我們選優科技第一次參加 那就是AI GO計畫辦公室也很貼心的就是 就是在今年度有新的廠商出題的時候 有記憶沒有讓我們知道說 可以哪一些的題目 可以跟我們去做一個媒合 然後做一個討論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年度又來參加的原因 那這次是採用是線上的媒合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方式非常的新奇 那我覺得在這當中學習到很多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覺得在參加過程當中 也可以更了解不同產業的需要是什麼 那我也可以想說我們要怎麼樣幫助它 那在我的部分呢 因為我之前曾經參加過實體的媒合會 所以在這次改成線上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可以更深入更貼近的去了解到廠商的需求 那每個團隊的討論時間呢 其實也是相對比較夠的 那如果廠商對團隊有更進一步想要了解 我們還可以甚至去一約第二次的會議 所以我覺得線上媒合的方式是真的蠻好的 那麼首先的話我們會先經過 先到廠商的實體方法之後呢 然後瞭解他們企業的問題的痛點 那回到我們的公司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會去尋求最好的演算法 去替他們解決到這部分的問題 那對於這個團隊來講呢 其實在AI GO計畫就算結束之後 我們也會繼續跟廠商做合作 那不管是優化既有的功能 還是看他們有一些新功能想要繼續開發 也是我們會再繼續合作下去的重點 那因為我個人的話 是有參加去年實習成功的計畫 然後拿到獎項 那我覺得的話在實習的當中的話 也學習到很多產業界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那也很容易的話 能夠進入到我們這家企業當中 然後並藉由歷史所學到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繼續去服務廠商 那對於我們的部分呢 其實團隊非常非常需要的是 這個市面上的一些 需要解決痛點的企業 那很感謝AI GO提供這個媒合的平台 就是儘管我們不是真的每個廠商 都能夠去提供解決方案 但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呢 就是給我們一些機會 讓我們去demo我們的solution 然後進階的去得到一些 新的想法跟回饋 那就是我們有機會